11月11日 全省政法信访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培训班 在沈阳举办 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省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于天敏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于天敏指出 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结合贯彻落实党的19届四中全会精神 统筹谋划 系统推进 在源头治理是要解决依法制访上同时发力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要规范引领健全机制夯实信访工作基础 要加强领导 形成合力 推动全省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